大家好,我是小颖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福气小仙女讲堂 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颖为你讲堂 今天呢,小颖主要给大家讲讲生效 马、羊、猴、鸡、狗、猪最不适合和谁结婚 上期节目呢,小颖为大家讲解了前六个生效最差婚配情况 今天让小颖接着来为大家揭晓后六个生效的情况 仅供大家参考 一、鼠马人的最差婚配衣,生效鼠在十二地支当中呢 子舞相冲,五马和子鼠可谓是水口不容,很不适宜在一起 不仅不利于结成夫妻,就连在一起共事或者合作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 鼠马的人性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 不过在平常生活中呢,却很有责任感 凡事呢,都能以家庭为重 鼠鼠的人心思细腻,具有很强的观察力 做人,做事呢,都比较精明,缺乏容忍的哑量 因此,这两个鼠相的性格呢,相差太多,很难和平相处 无论是感情发展还是双方事业发展,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即使勉强在一起生活,恐怕也很难建议起真正的感情 而且这两个鼠相本身就是相冲,不利于对方的事业发展,最好还是避免结合 二,生肖牛 无马和丑牛互为相害,无论是做夫妻还是做合作伙伴都没有太大的好处 而且还不理财 鼠马的人呢,是一个看重感情又有责任感的人 虽然说平常生活中很随性,爱玩 但从来都不会忽略嫁呢,冷静淡定,欲是不慌不忙 对于像鼠籍人那样毛毛躁躁的心 何能表示不能接受,也不愿意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叽叽喳喳的人 所以说这两个鼠相的人无论是从命理学分析还是从从性格上来看 都是很难走到一起去的愿家,最好还是不要在一起生活,不然很难获得幸福 还搞得身心疲惫 六,鼠猪人的最差婚配衣,生肖蛇 生肖鼠蛇的人大多都风度翩翩,沉着冷静,具有神秘感,让人无法轻易了解和靠近 而鼠猪的人的简单,直接不喜欢那些耍心机使手段的人 对于皆明睿智的蛇来说呢,他们真的是有些望而生畏 而且这两个生肖呢,在地质五行当中也是相冲的 互相之间呀,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误解 鼠猪人性格憨厚,善良,生平最讨厌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而鼠猪人呢,对生活总是充满幻想天生 那就有些自命不凡,自然也就看不惯鼠猪人的现实 这两个鼠像的人在一起啊,很难找到幸福感 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 二,生肖猴 鼠猴的人多才多艺,擅长社交,喜欢追求新鲜事物 也喜欢交不同类型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呢,显得有些随意 而鼠猪的人一向都是以感情和家庭为主 不惜喜欢结交三教九流 对于鼠猴人这样左右风源,八面玲珑的性格 他们真心觉得驾驭不了,也不愿意去尝试 鼠猴的人每天都渴望有人赞赏,需要不同的掌声 可是鼠猪的人比较现实,并不愿意浮夸地去表扬谁 所以说呀,这两个鼠像的人在一起性格差异大 三观也不同,兴趣爱好呢,更是相差甚远 即便勉强在一起 恐怕离幸福呀,也比较遥远 关于生肖婚配的内容呢 全部讲解完毕了,你都清楚了吗 你们是最佳婚配呢,还是最差婚配呢 但因为每个人命理情况不同 所讲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 请为大家提供参考 具体呀,请大家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影点点关注 和小玲到小影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二人的感受 而鼠牛人表面上看着文文尔雅 一心一意地为了家庭或家人着想 可实际上呢,他们性格古怪 内敛,不善言辞,也不喜欢跟家人主动沟通 哪怕心理想法再多呢,却很少表达出来 这也就会难免引起家人的误解 这两个属相的人,无论是从属相配对 还是从脾气比性来看,都没有太多的契合点 也很难产生感情 即便是刚开始有些争议 可随着相处时间一长 他们之间呀,就不由得会产生诸多的矛盾 而且很难沟通 所以说鼠马人最好还是不要跟鼠牛人结婚 不然呀,真的很难找到幸福的感觉 日子也是过得枯燥乏味 二,鼠羊人的嘴馋婚配,一生消暑 为羊和子鼠相害 因此鼠羊的人不适合找鼠鼠的伴伴侣 很难拥有真正的幸福 鼠鼠人即使聪慧,反应敏捷,思维清晰 做人做事呢都非常的灵活圆滑 人际关系特别好 尤其是异性缘分更好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心围着打仗 虽然说他们并不是很花心 对待感情呢也认真谨慎 但由于桃花太旺 很难给得了身边人也安全感 可是鼠羊人呢在感情世界里一向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容不得对方有半点的花心 哪怕只是心灵出轨 他们也不能原谅 因此这两个鼠相的人在感情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异 即便勉强在一起 恐怕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 很难拥有幸福 二 生肖 牛胃羊和丑牛相冲 所以鼠羊人最近会找鼠牛人 两个人在一起难有幸福 鼠羊人温柔贤惠 重情重义 有很强的思考力和观察能力 表面温和和内心刚毅 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见解 同时呢 鼠羊人天性敏感 浪漫多情 很容易胡思乱想 而鼠牛人呢 他是稳重 性格内敛 不善言辞 脾气比较臭 有些得理不饶人 而且固执起来呀 也是无人能及 对于感情比较冷淡 不够积极 再加上这两个鼠相的人都是倔强之人 平常呢就喜欢暗自较劲 所以说呀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是相冲相 二的 不容易和谐相处 三 鼠猴人的最差婚配衣 生肖猪 生猴和害猪成相害之事 不仅不利于做夫妻 一起合作或者做朋友 也不是好的选择 这两个鼠相的人 性格相差甚远 各自的生活目标 生活观念呢 都有所不同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 为了对方而做出让步和妥协 鼠猴的人精明睿智 反应敏捷 分辨能力很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从容应对 他们在感情方面呢 也是又理智又淡定 即便是遇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可能也不会一下子就上去表白 而鼠猪的人性格温柔和善良 大致若鱼 做事情的风格呢 跟鼠猴的人很不一样 如果他们跟鼠猴的人一起生活呢 会有很多的摩擦和矛盾 幸福指数呢就很低 二 生肖虎 生猴和银虎 是属于相冲的一对围下下等婚配 没有幸福可言 两个人无论是从三观 还是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 而且也不会因为谁就能改变 他们都是性格独立又强势的人 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以自己为中心 尤其是属虎的人 在职场中呢叱咤风云 呼风唤雨 自然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能够听从自己的安排 可是属猴的人天资聪慧 思想独立 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 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因为别人而受到影响 更不希望有人总是管着自己 因此呀 这两个属相的人都应该找一个崇拜自己 并且能够顺从自己的对象 而不是找一个自己的影子 四 属鸡人的最差婚配衣 生肖兔 在十二地支当中呢 有鸡和毛兔是相冲相害的 不适宜在一起 哪怕是在一起共事或者合作 也都是有定的风险 这两个属相的人性格不合 三观不合 而且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属鸡的人比较前卫 喜欢追求一些时尚而又新颖的东西 在感情方面呢 是甘愿付出 但同时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很高 而属兔的人虽然平常性格温和善良 但却被被人管着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平常喜欢安静 跟属鸡的人性格正好相反 属鸡的人呢 就喜欢热闹欢快 受不了安安静静 一成不变的生活 所以他们刚开始接触呢 还有点感觉 可是相处下来 矛盾重重 感情呢 也会越发的淡漠 最终分道扬镳 二 生肖狗 在地质五行当中呢 生肖鸡和生肖狗也是相冲相害的 天生就不和有鸡和虚狗 本来就有鸡犬不宁一说 无论是一起合作还是生活 都一吵闹度日 每天不得安宁 他们两个就算彼此相爱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一起生活久了 也会有很多的矛盾 见面容易吵架 对生活和事业没有一点好处 鼠鸡的人在生活当中呢 比较挑剔 容不得别人犯错 假如有不满意的地方 就会一直喋喋不休 讲个没完 而输过人比较敏感 又受不了别人对自己不满 更不能忍受 对方没完没了的唠叨 并且会隐喻于攻击对方 两个人的争吵也就正式开始 虽然说他们两个人性格有些相似 但都没有容忍对方的哑量 也不愿意为了谁 而做出让步或者改变 所以啊 这两个属相的人只能做陌路人 不适宜在一起生活或者共事 5.属狗人最差婚配 1.生肖龙在十二地支当中呢 沉须相冲 也就是说 生肖狗和生肖龙是相对应的 再 岂能时不时地会有矛盾发生 都很难接受对方的个性 以及人生态度 他们不仅很难成为结婚伴侣 恐怕就是连朋友也很难做 属龙的人天生好强 比较要面子 喜欢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浪漫生活 常常对自己生活感觉到不满 虽然说他们很有能力 也很有才华 但却不容易成为属狗人的菜 属狗的人它是稳重 凡事都是脚踏实地的 所以对于属龙人的幻想和不切实际表示不甘苟同 因此呀 这两个属相的人在一起的话 必定是矛盾重重 轻道不断 很难达成共识 更别说有没有幸福感了 2.生肖鸡 生肖狗和生肖鸡呢 是相冲相克的生肖组合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鸡犬不宁 所以这两个属相的人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不然的话永远没有安宁和太平 属鸡的人性格比较 急躁 情绪变化很快 很容易生气 发火 不管对方是谁呢 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